HELLO U-CAR 大家好 相信關注 U-CAR 測試項目的網友 一定知道說定型化的油耗測試 其實是 U-CAR 非常指標的文章 其實在整個定型化油耗測試的起源 跟 Honda Fit 還有 Civic 其實很有淵源 因為以前在 Civic 8 代跟 Fit 2 代推出的時候 台本其實會有邀請媒體做一個長里程的油耗測試 當然那時候多少有點競賽的意味 所以其實媒體也會甚至花招百出 包含說折後視鏡 或是關掉空調系統 然後自己帶電風扇 或拿扇子去刪 各種你想得到的一些奇門怪招的方式都有 當然數字上來講 各家就有一些差異 有些真的是蠻神話式的油耗數據 但是其實英凱在整個測試過程 也有一些反思說 在這樣的極端的測試條件之下 得到的耗能數據 到底對於消費者的參考價值會是多高 那所以後來呢 其實我們就內部也在想這個事情 後來我們就慢慢的 催生出定型化的油耗測試 那包含說國五高速油耗 後來再增加了平均油耗測試 那其實它整個核心的概念是說 我們希望讓整個測試的變數呢 降到最低 然後各個參數設定最一致化 所以簡單講就讓駕駛的干擾因素 盡量排除 所以在車輛來講 我們如果跟車廠拿到車 我們就首先會進行胎壓的檢測 就是胎壓依循它原廠的規範 通常在B柱下面有個貼紙 它會標示說 到底這台車的標準胎壓是多少 前輪胎壓多少 後輪胎壓多少 那我們在靜置過後 就會做一個整個胎壓的設定 那車內部分呢 包含說空調呢 風速兩段 然後設定溫度在24度 那整個座艙的介面呢 以前呢 其實我們是把整個中空影響是關掉 但是後來考量說 大家的實際使用上來講 其實多少還是會有一些 中空的系統的使用 包含音響或是導航 所以我們後來是把它開啟 那整個設定來講是 是維持一個一致化 那當然在載重部分也很重要 因為你到底是一個人開車 或兩個人開車 三人開車其實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後來選定是200公斤 那200公斤對應的實際上的一個承載數 大概就是一個小家庭 比如說兩大一小 那大概200公斤左右 或者你是兩個人 那你多增加一些行李 也大概落在200公斤左右 所以我們一個比較貼近大家一個大的交集的方式呢 做一個200公斤的定型的載重 那行駛的模式呢 也同樣是依循整個法規速限 包括高速公路的速限都是90或100 那我們就以這個方式去行駛 那一般平面道路也有它的速限50、60 我們是依據這個速限去行駛 那在操控的部分呢 盡量降低過激烈的油門跟煞車的控制 簡單講 在整個操縱過程裡面 盡量讓整個駕駛的干擾元素盡量排除 那後來呢其實很多車它有所謂減量模式啊 或者是定速巡航甚至說現在已經慢慢變成一個標配的 ACC主動式的定距巡航 我們也都會在整個系統上用上 讓整台車呢 它整個節能的設定模式更能展現出來 那00總這樣設定之後 我們希望的是能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透過Ucard定型化的油耗測試呢 其實每一位車主只要依循我們的設定模式去跑 當然呢就現在講的還是有些天候啊 道路環境的車流量的差異 但是如果是在整個道路環境跟車流的差異不大之下 其實在整個測試下來 會跟我們定型化油耗車的結果相差不遠 那這個經驗其實在我們Ucard 歷年來很多次的耗能測試裡面 包含說極頻啊或是不同主體的測試 其實也都獲到印證 就這樣的測試流程其實是蠻成熟的 好那為了讓大家可以更了解呢 我們算是複習一次 我們今天就找來的現在話題的小車 HONDA FIT的油電版本 那HONDA FIT的油電版本 也跟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油耗測試的約員 有些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就透過HONDA FIT的實路的油耗測試 來替大家在一次的整個把定型化油耗測試的流程 做一次完整的收錄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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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經過兩天測試呢 那相信網友也知道說 這兩天我們紀錄的天候呢 其實都是有下雨 那地面上來當然比較濕滑 然後當然在部分路段 包含是像宜蘭的部分呢 或是北海岸其實都有遇到比較多的風雨 那這些天候因素也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現在揭曉整個油耗的一個測試成績 那第一天呢 我們做了平均油耗 平均油耗總共我們行駛了151.6公里 那我們總共呢 在整個油耗裡面用了6.127公升 所以換算平均油耗是24.74公里 每一公升可以跑24.74公里 那平均油耗的路線大家也知道說 我們會走整個106然後接北宜 然後到頭城之後呢 再往整個北海岸路線 然後最後從基隆再上國山回來 到出發點 十定加油站這邊 好那我們來看高速油耗的部分 高速油耗呢 我們是走從十定加油站出發之後 走國五 然後一路沿著國五 然後往東進行 然後到蘇澳之後再折返 在頭城這邊做折返之後呢 然後再從蘇澳這邊再回到十定加油站 那我們總共測試的高速的里程呢 有達214公里 那我們在高速油耗部分 我們用掉了8.791公升 所以換算的結果是 每公升可以行駛24.34公里 所以簡單講說整個平均呢 是24.7 然後高速部分24.3 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那當然行車電腦的呈現呢 也大概落在這個區間 也可以提供網友做參考 那一卡這邊大家分享一下說 雖然呢這次其實整個測試的天候 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說 非常晴朗的天氣 是下著雨 當然只能下雨的路況啊 還有說下雨的道路環境 確實會受到一些干擾 但即便如此呢 FIT它還是展現出一個 在節能上面很具優勢的成績 等於說不管是平均跟高速呢 在整個實測的數據上 都有每公升的24以上的水準 那確實也相當不容易 那除了說看得到數字之外呢 其實在整個它這一套 EHEV的整個油電系統的混合的一個搭配呢 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但今天我們這影片呢 因為之前其實也蠻多報導 不然U-CAR的測試報告啊 還有說U-CAR相關的報導 其實都有針對這套系統 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把重點放在這邊 我們希望說稍微抽離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是以整個油耗測試的角度去切入 我覺得它在整個系統 包含說山路還有說一般道路平面甚至高速 在系統切換上我覺得是非常成熟 甚至說你不用特別去看說整個儀表裡面 它有整個系統的切換 包含說它在數據上來講是說80公里以下 時速是盡量以存電去行駛 那存電最高可以支援到100公里 那確實你在整個儀表板可以發現說 它如果存電在作動的時候 它除了說車子的系統它會去凸顯出 電池把電力往前送到電動馬達去做驅動之外 其他右邊的儀表板也會寫EV Ready的狀況 那系統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其實很積極的在以存電去推動這台車 所以包含說尤其你市區的行走 它很多時候它都是以存電行事去行走 那甚至在整個高速路段呢 你都還發現說它還是三不五時都還是會進入EV模式 那盡可能讓整個油耗的消耗可以進一步的減少 那這個切換的部分存電或是說回充 甚至說引擎發動再做一個動能的回充 或是引擎發動再協作電動一起做輸出的時候 其實它的切換呢其實是非常的細膩 甚至你不用特意去看儀表板的話 你不太能感受得出來說 它整個系統一個銜接上的這麼密集 那一方面會有這樣的體驗呢 除了說這套系統確實設計的很成熟之外 我覺得這一代的Fit呢 四代Fit它在整個座倉啊 還有說引擎系統的競速性其實不錯 但一部分呢是來自於說它會有EV模式 那EV模式的話就是當然引擎的啟動就是停止了嘛 那就是在一個噪音源來講是會減少很多 但是即便如此它的引擎這個1.5的引擎 它啟動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它的聲噪機也是抑制的很好 甚至說在整個行指上來講 我覺得反而會比較感受得到的是這個輪噪音 那其他的包含說引擎式的噪音其實是少很多 那當然輪噪音這部分呢 一方面也是這個胎呢 其實它在我們看起來說它雖然是里程只有三年多過零 但是它磨耗的狀況是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那可能是之前在美女試車裡面有多一些比較稍微激烈的操架 所以輪胎的狀況沒有到它三年公里這樣的一個表現 那多少影響它的這個噪音的表現 但不管怎麼樣說其實它整個的競速性 其實確實是陰凱這樣歷代的Fit試過下來 我覺得它這一代競速性確實是它的加分 好那我們再來講說這一套系統呢 其實在整個節能上我們可以區分來看說 我舉平均油耗來講好了 平均油耗在一開始我們是106的山路然後再接北 可以發現說畢竟我覺得1.5它的動力 輸出來講其實在爬坡呢並不是它的強項 尤其在爬坡裡面雖然動力我覺得還OK 但是節能表現我覺得沒有特別占到便宜 雖然它也會有電能去適時的去輔助 但是在整個型的電腦可以看得出來 從一開始走到整個平臨路段 其實在一開始在爬坡部分呢 其實型的電腦顯示每一公升油耗大概是有到12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車子它本身在 這系統在整個爬坡長距爬坡來講並不是它一個很強項 可是當它過了高點往下坡的時候 其實可以發現它的整個回沖的機制是很快 很有效率 那整個油耗的數字呢其實一直往上提升 甚至我們從106線到再過了高點往下到平臨的時候 其實它整個平均油耗的電腦的數字已經到了每公升16公里 那在整個後來銜接從平臨到整個頭層段 在進9萬18拐之前的時候 那一段我大概看一下說 其實大概慢慢穩定的增加到每公升18公里 那18公里看得出來它起體伏伏的時候 它一直很密集的去善用說 可以做更多的動能回沖 然後適時讓整個回沖的電源再轉換成電力驅動去輔助它去做行駛 讓整個系統盡量降低它油耗的一個耗損 那最後更明顯部分是在整個過了要接近往下 9萬18百一路下坡的時候 那個路段它整個電能回沖效應是更明顯 它很快就可以把電池回沖保 那一路的回沖的時候呢 它油耗數字平均油耗數字其實一直往上飆升 在我記得到頭層 我們下去整個下坡路段完成之後 到頭層其實美工社已經來到了24公里 那很不簡單 那24公里再到整個北海岸到基隆的時候 我發現還有一個特點是說 其實這個系統它在整個比較低速域的時候 中地書域的整個平面道路的巡堂 其實它的節能效益是更為出色 所以它這整個油耗表現 甚至說在我們到基隆路段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穩定的慢慢增加 所以每一公升再到基隆部分 甚至已經可以到每公升到26公里 然後最後呢 在上過到回來加油站這邊的話 我們記錄的話是26.8公里左右 是將近27公里每公升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這個系統呢 我認為它如果單純在比較低速域的市區的話 甚至它整個表現都還會比平均 甚至高速的表現還會更為突出 因為它等於是在善用說 電動自帶電池 然後自帶動能回充的時候 讓整個小排輛引擎 在整個小車的驅動上能更為節能 那我們也期待說之後呢 或許有機會我們再做一個純四驅的測試 那在整個平均油耗測試來 都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台車它其實在不同的地形裡面 它有不同的效能的表現 那今天高速呢 成績也是相當不錯 雖然整個天洋環境沒有那麼理想 但是它也很穩定的 在純高速也達到24以上的水準 這都已經驗證說 製造系統不只它整個運轉是成熟 然後在整個節能下面 也有很具體的成績 好那我們最後提到說 其實還有一些部分呢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覺得在優點的部分 其實剛剛不用說了 就是整個影片大家試上跟大家驗證 就是說它到底它的節能效果好不好 那雖然這數字上來講 比起能源局還有一點點落差 它能源局頻率的話 我記得是大概27左右 那它市區呢39點多 甚至快40 那這個市區的部分呢 當然也因為它有電池的驅動 所以在整個測試上來講 數字是將近40 那實際上的測試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我們再做 那在整個系統部分呢 它的ACC呢 它一直有搭載它的主動定速訊號 那我覺得當然ACC在整個實際體驗上來講 也蠻實用的 但也是比較可惜啦 我覺得這次FIT的部分 它雖然是新世代的車型 但是它的ACC它並沒有支援到全速訊號 所以它是在系統30公里以下是不能啟動 所以你30公里以上才可以啟動ACC 然後低於30公里它就系統會跟你講解除 所以它在整個高速的行程上 我覺得都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難免有時候 像今天一開始我們做高速油耗的時候 上去國五其實有一點塞車 那塞車的停停走走在高速路段 你就比較沒辦法去發揮說 ACC的全速率巡航的便利性 它變成會比較會常解除 那使用上來講就會有點稍微扣分 這是比較可惜 那車道偏移它還是有輔助的修正 那當然輔助修正它也是會有速度上的限制 它並沒有到全速率都可以做車道的維持 那我記得說在使用上來講 好像大概60以上才可以做 比較明確的車道的輔助修正 這對大家講都是一個稍微比較美中不足 因為雖然它有一個Honda Sensing的導入 但是在整個配備上來講 沒有到完全一次給足這樣的一個科技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 那至於座倉的部分 其實大家也會有注意到說 這次的FIT整個的座倉設計也蠻不一樣 那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它這一套的座椅 我其實還蠻喜歡像不織布、不織座椅的設計 那這一次它的座椅其實是混搭皮質跟不織布 那整個乘坐的觸感跟舒適度其實都還蠻不錯 當然淺色系的部分 其實在使用上來講大家也會比較擔心弄髒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大家取捨 視覺上來講我覺得是很舒服很乾淨 但實用上來講可能 如果家中成員或小朋友可能怕弄髒的話 或許加個椅套會比較適合 那當然這設計來講是在產品上比較少見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整個中控介面 或許比起整個新世代車款來講 都是很強要大面積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那FIT在整個儀表板的設計上來講 沒有那麼的全數位儀表板 那中控的部分呢 它也是可以進行 Apple Car Pro跟Android Auto的對接 所以基本的功能都是OK 但我覺得設計上來講 它還是展現出 日本車廠在整個座章設計上來講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思維 所以即便它沒有說 全數位的一個大尺寸的數位表板 但是它該有的功能 其實它都還蠻清楚的顯示在上面 那它也透過整個方向盤的一個 切換的一個設計 其實它把主要的包含說行車電腦 還有說整個動力系統 或說油耗的顯示 其實都還蠻清楚的展現在那邊 那包含說它一個很簡易的顯示模式 最主要的儀表訊息留在儀表上面 那其他部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傳統數位儀表的一些影子 包含說你啟動的時候 你發現在儀表的兩側 其實它除了說油耗跟那個整個電池量之外 它還是有很多燈組的顯示的空間 所以它還是讓整個儀表設計是比較傳統 它希望每個燈號都有一個專屬的顯示空間 讓整個顯示來講都是可以一目瞭然 那我覺得說整理來講說FIT呢 它其實是延續了它整個Honda在FIT設計上 包含說MM空間嘛 就是機械空間極小化 乘坐空間極大化 然後也很豐富的彈性機能 所以它當然是一台已經歷經很多世代 然後也很好口碑的一個小型車 先輩車 然後它有不錯的乘坐空間 那這次最大的進步 它當然是來自於說 全新世代的一個傳統系統的導入 那這次其實 後來在整個Hybrid的版本 以79.9萬推出 然後在整個設定上來講 又有一個節能的效果 那我覺得做一個線面車 來看說有多一個選擇 那關於FIT的整個測試呢 尤其在油耗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就幫它測試到這邊 我是英凱 謝謝大家 好,U-Car有看到我們 FIT Hybrid的平均油耗測試呢 24.74公里 相信最近很多陸續交流車的 FIT Hybrid版的車主呢 其多還蠻熱絡分享自己的油耗 那U-Car這邊的邀請 FIT Hybrid版本的車主 可以分享你們的輕身油耗 那我們訂一個趣味活動啊 就是黃金角千里馬的活動 那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你們的 分段的油耗里程 那我們設定在1000公里以上 那你把你的 1000公里以上的分段的 平均油耗的數字呢 分享在我們活動連結的 表單裡面 那我們在大概一個月的 收集時間內 我們會選出前三名 油耗表現成績最好的網友 那我們會自證 各一本的限量金裝版 2022的年建 那其他網友呢 一起分享你們的油耗數據 給對FIT Hybrid版本 有興趣的所有讀者 在接著